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边效果很好 因为因子三个四过 所以绝对的包子掉落的时候 会产生这个构造叫做原液体 原液体就是绝对植物的配子体 绝对这边就比较可以去讨论一个 就是配子体到底可不可以同时拥有 食雄性生殖构造 那它的变化大概是像这样 有一些原液体它可以只具有那个藏经器 那藏经器一定是位在这个心 比较尖的这一头 然后残卵器一定是位在那个心凹进去这个地方 但你可以二选一 就是只具有残经器或只具有残卵器 然后也可以残经器、残卵器同时出现 可是其实那个变化幅度感很大 但是现在其实应该不会跑到这么细节了 就是偶外提一下 那因为刚刚提到 你就算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了不起给你5mm好了 算很大的 然后所以当精子被释放出来之后 你从这边丢到这个地方 那距离才可以 然后原液体很薄 大概都是一层细胞的厚度而已 所以一般又小又薄 然后你在土壤的表面那个地方 对不对 准备长得密密麻麻 不然你要看到它的存在真的是很困难 问题在于 你看喔 这个东西 其实我是没有办法再画那个 它表面啊 下表皮这个地方 它其实可以长出一些像根的东西 就是假根 对 然后你去看它的颜色 它是绿色 所以表示什么 它完全符合 独立生活的条件 所以绝对最能够引起我们 呃 查觉它的存在是包子体 因为很大 对不对 问题是 配子体虽然真的很迷你很小 可是它还是有办法独自完成生活 就是它可以自己从土壤当中吸收水分跟矿路 然后它是绿色 它可以形光合作用 你看 它可以自己独立生存 所以你看 当初显胎植物钢登陆的时候 包子体寄生在配子体身上 对不对 到了下一个阶段的植物发展绝类的时候呢 包子体已经跳脱出了 而且呢 长得比配子体好很多 然后反过来说 呃 显胎的配子体 就算它两公分好了 至少你也看得到它有一点 那个一定的大小 然后等到了绝类的配子体的时候 整个发展呢 缩小成只剩下 有不起作战 表示配子体可能再走向一个趋势 配子体好像有退化的趋势 对不对 可是包子体呢 它不只从配子体身上跳脱出来 自己独立完成生活 对不对 那你看那个绝对植物体 拥有的维管素这个构造之后呢 会长得远比那个险害大很多 对不对 重要的是 好 目前不讨论大小的问题 包子体真的从配子体身上跳脱出来 不再寄生了 它自己可以完成所有的营养的问题 看出这个很重大的一步吗 刚刚不是有一个安插在上面那个拿出来 这样听懂吗 好 真的用心感受 好耐心 大概是这样 所以 从绝对 你就可以看得出那个必要性 为什么试在交替当中 要把包子体跟配子体 两个 分开来谈 其实就是 关键就是绝对 如果你只看显摊 刚才讲 如果你只看显摊 你会觉得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植物体 我管你二倍还是三倍 反正 你就长在一起 我就把你当成一个完整植物体 就好 听懂吗 好 就是因为绝对的关系 整个绝对的一生当中 它就是真的要经历这两个阶段 这是包子体 然后呢 包子散播出去 长出配子体 然后配子体 产生配子配子结合 然后 所以从这个地方呢 开始发展出它第一片叶子 之后开始长出那个基因 然后再开始做其他的发展 这样 可以吗 好 所以 如果你那个高三生活 太苦闷闲闲闲的话 那个学校 都绝对可以收集到它的包子 然后你去 在那个办公室外面 然后拿那个无菌土 然后找一个小盆子 或者是浅浅的盘子 然后把那个土压得很扎实 然后把那个绝对的包子呢 小心撒上去 免得对它喷雾 只能喷雾 只能喷雾 或者只浇水 因为它包子很小 大概 运气好像三到七天 不然晚一点的话 一两个礼拜 就有机会看到那个上面 铺的满满的 像地毯一片一片的 拿着放在进去看 你就看到很多细 蛤 蛤 什么 什么 像是 我们有没有看那个火龙果 那个 它比火龙果的那个 那個小幼苗還要更可愛的 因為我們以前那個 那個戲所不是都會有 那種什麼展 什麼展人的成果展 你光賣這個就很賣錢了為什麼 你在弄那個然後再告訴他 給他一個放大鏡 看他會放在那邊晶瑩剔拖的 原薄薄的這一層氣泡 當然就是這個的 平常看得到的常見的絕類都很好養 你知道嗎 好 到這裡 OK 好 所以 到目前為止你看 賢胎透過包子作為主要的散播繁殖的手段 絕對也是一樣 所以177月第一號種子植物 螺子植物的出現 到底有什麼樣的指標性的改進 那我講種子 變成是一個重要的繁殖策略 種子的出現的背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大工程 叫做花粉 好 好 所以接下來看那個左上角 螺子植物的部分的話 至少那個常聽過的你不要不知道 松 山 然後火 草仔這些 然後稍微會一不小心 就認錯了 這個 蘇鐵 蘇鐵雖然看不到它那個球果 可是蘇鐵基本上也是螺子植物 然後再來更容易忽略的是誰 就是這個 因為銀杏很沒有一般我們熟悉的螺子植物的外型 尤其是它長那個 它們銀杏果 其實那個銀杏你如果你有機會遇到的話 吃銀杏果一顆一顆的 跟一般的果實一樣 哪有球果的一個特色 所以你好歹這幾個 比較基本的要請教一下 好 所以左上角這地方呢 螺子植物目前在 整個地球的環境的 改變的過程當中 有可能會逐漸的弱勢 那些大部分螺子植物還是在高緯度或高海盤 就可以看得到 可是如果全球系統的話 它大概很早會受到重疾 好 那它這個圖上面呢 用的是那個松樹的例子 因為松樹一般來講 就是症狀葉 好 那你們可能有聽過的 二葉松五葉松應該知道什麼分 兩針一樹或五針一樹 就兩根針狀葉 從肌部的地方同時長 叫兩針一樹 兩針一樹就二葉松 那如果它從那個 枝條那個地方發展出來的松樹 是五個針葉 長在一起 那就是五葉松 好 然後 松樹的話 因為球果太明顯了 好 不過台灣的松樹 你看原生種的二葉松 秋果大概這麼大一棵 五葉松大概可以到這麼大一棵 好 所以如果你們將來有機會 透過正式管道 去國外旅遊 可以找到那個 國外上這麼大的 那個秋果的時候 幫我們帶個一言客 不要亂帶 那個檢疫的問題 你們會帶一些病床來 這個前提是它是可靠的 就是經過那個滅菌 然後噴漆之類的 好 然後球果的特徵 就是它有一片一片的鈴片 你現在看到右上角第三個步驟這個地方 好 球果上面呢 一片一片的鈴片 在球果還沒有完全發育成熟的時候 所有鈴片是緊貼在一起的 然後雖然它的長大發育成熟 後來到水分開始逐漸的損失 然後它就開始變乾 變乾之後呢 鈴片跟鈴片之間就開始裂開 然後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一個很重要的特徵 它每一個鈴片的上面 然後這是軸 球果的軸心 然後它延伸出的鈴片 然後每一個鈴片呢 再靠近軸心這個地方 會有兩顆肺珠 然後兩顆肺珠呢 接下來向外延伸 產生一片活物 然後 那如果當時後 那個 因為它的球果有分雌熊 一般熊球果 大概只有這麼一丁點大零 而且它很快就脫落了 尤其是在那個 花粉成熟 那花粉散播出去 沒有覺得脫落了 那磁球果可以撐比較久 那所以 如果它現在呢 熊球果產生的花粉 散播過來 有機會掉到鈴片的 外圓這個附近的時候 那 這時候花粉Z 就開始長出花粉管 然後這花粉管呢 就引導精細胞 到達培株到達端的附近 所以 如果它有機會 完成壽近的話 這個地方 一開始是培株 培株後來不是發育成的種子 也就變成是種子 那 培株當初一開始 那個 復屬的那片 薄膜 還會在 對不對 所以等到種子發育成 一面發育成熟的過程當中 那個薄膜的水分 就越來越少 那 林片也越來越乾燥 所以呢 到了一個成熟程度的時候 那個薄膜呢 就開始慢慢地剝開 對不對 那如果這時候呢 來一陣風的幫忙的話 就有機會把這個種子 催落 可以補掉了 好 很多 那個 螺子植物我們發現 它真的不太喜歡 下一代跟它競爭 所以它們大部分會留下 這個刺 這個構造 就是希望你那個種子 飛越越 它可以產生的量很多 可是 你盡量飄走 不然你落在 就落在原來這棵樹的樹下 然後 長出幼苗 我們所看到的是 通常這些幼苗 第一年看起來那個 八芽綠 可能看起來還可以接受 問題是 第二年第三年的時候 大部分的幼苗都死光了 充分展現出的神話 還記得那個存活曲線嗎 完全就是存活曲線第三型的那種 高死亡率型 它不太喜歡那個下一代跟它競爭 好 好 所以 在瓷球果的鳞片上面 每一個鳞片可以有一對胚珠 問題是這個胚珠 就只有貼在鳞片的表面而已 好 那問題是 胚珠的意義是什麼 因為我到顯拍跟絕類 從頭到尾都沒有提到胚珠這個問題 OK 所以 你要去看胚珠的角色很簡單 好 去追蹤胚珠的一連串的發展 一開始的時候 這裡面呢 這裡面呢 本來只有一個 一開始的時候這裡面呢 有一個關鍵的那個生殖細胞 就是大包幅細胞 然後 後來它有去進行減數分裂 這時候呢 就產生了大包子 但是是一顆而已 可是因為它減數了 所以藍色也就變得了 好 那為什麼關上這個大呢 因為 後來植物齁 如果你這個 牽涉到那個公母雌雄的問題的話 那又不方便用公母雌雄這個字眼的話 通常用大小 好 所以這個大包子 基本上是影射它跟雌性相關 好 所以大包子母細胞呢 就配數裡面 一開始有一個大包子母細胞 然後後來減數分裂完成的時候 留下一顆大包子 那減數不是本來應該產生四個細胞嗎 就是種子植物在這地方 就已經開始做這件事情了 就是 放棄其中才的 只留下其中一個 還記得那個人類嗎 對 那時候講過 高等動植物後來 在有性生殖那個策略上 真的是從這個方向 就雌性相關的生殖細胞 盡量是 養一份跟細胞只留多一點 那有三顆就分就犧牲掉 留另一顆 比較精簡一點 那雄性的話 就是增加那個數量 提高那個受精的數 那個機率 好 所以大包子後來只留下一個 然後 這個大包子還在哪裡 你看喔 包子出現了 這叫大那個字眼 配珠裡面產生包子 所以配珠根本就是什麼 配珠裡面產生包子 所以配珠的角色 你把它往前對回去 顯胎跟絕類 它根本就是什麼 包子男 只是現在這個包子男 它不再產生那麼多包子了 它就產生一個 而已 這樣子 聽懂齁 然後接下來問題是 所以配珠產生包子的時候 配珠有沒有離開了 也沒有 還繼續留著 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 這個大包子呢 就發展出 配子體 然後這裡面 配子體當中 它就留下一個短 所以後來配珠裡面就產生了短 然後再等待那個花粉 瘦本丸 長出花粉丸 帶著精細胞過來 完成那個 受精這個動作 OK 然後受精卵 就開始在黑珠裡面發展到 成為種子 請問 包子出去了沒 聽懂嗎 對 剛剛講那個 已經 剛剛在這個 沒有一點 配 配子 受精卵 對不對 然後到包子體這之間 有沒有 那從 包子的時候 就不再把包子丟出去了 就一直撐撐撐撐撐 撐到那個 受精卵發育成為 配 有沒有 所以這時候呢 配在哪裡出現 在種子裡面出現 所以等到種子達到一定的成熟程度 OK 飄出去 對不對 分成兩階段 我先長出 非常迷你的包子體 對不對 然後被打包在種子裡面 好 就停下來 然後種子散播出去 如果它有機會 落在一個 適當的環境條件之下 那它就可以 後續發展 知道嗎 懂嗎 懂嗎 好 鹹菜跟蕨類 在包子這個階段 就丟出去用了 好 然後種子植物是 一直到受精卵 到胚出現的時候 好 才正式變成是一個 主要的團食構造 除了胚 我們再幫胚 預備一些養分 比如說像子葉裡面的養分 對不對 胚乳裡面的養分 然後打包成那個 種子果實 然後接下來再 從這個階段 散播出去 這個就是 後來的種子 植物一個非常 重大的改良 所以 假設 OK的話 所以 現在 胚豬發育成熟 就像完成受精 發育成為種子 你看那個 第八頁 第八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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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第一班 那個 有翅膀的那個種子 這裡面呢 它會留下一個胚 你看它的括號 它就是一個 新的包子體 就是 幼小包子體 然後 種子裡面 一般提供養分 不過 不外乎是這兩個 要嘛 就是 子葉 要嘛 就是 胚乳 對 在單子葉跟雙子葉的那時候 我們以前稍微提到過這個特徵 那所以 除了胚之外呢 我們用子葉或胚乳 儲存適當的養分 提供給 種子 飄出去 將來都在地面上 早期的 發芽過程 我們需要的養分來源 等到它葉子長出來 它就可以自己解決後面的事情了 那 螺子食物有一個特色 如果它是用子葉的話 它的子葉 而且常常是很多片 就兩片以上 所以 又叫做 多子葉植物 如果 有在哪個地方 曾經看過這個詞的話 一般所謂的多子葉植物 指的就是 脖子植物 那 那個單子葉植物 跟雙子葉植物 是屬於 貝子植物 你看 不同家族 好 所以 到這邊 四大家族解決了三個 所以 應該剩下 貝子植物 的 貝子植物的生活史 在下一頁178的地方 你可以先瞄一下 不過 我們要直接從細節開始看 所以要回去 那個 花的部分 166 好 所以 貝子植物 我們剛剛在演化樹上面有提到 它最重要的特色是 開始 出現花 早期 後來呢 花 如果 那個磁味裡面完成受粉的話 就發育成果實 裡面含有種子 所以 現在的問題是 鹹胎沒看到花這個特徵 絕對沒有看到花這個特徵 就算是 螺子植物的話 那 求果 不是果 求果 不是果 那 有些人認為 那個 那個 還沒有種子出現之前 還在產生 精細胞跟 軟細胞 這個事情 可不可以用另外一個詞 如果有看到 那也暫時接受 沒關係 就是求花 可是這個詞 不常用 有些人覺得沒有必要 通通都叫求果 最單純 再分磁雄 所以 就算有求花 又怎麼樣 求花不是真正的花 你不能拋棄這個字 求果也不是真正的果實 你也不能放棄求這個字 所以 一直到真正的花 真正的果實 它是有條件的 所以 現在的問題是 既然在螺子植物之前 從頭到尾都沒有花 那這個花到底怎麼做出來的 所以 你現在看那個 像那個玉蘭花 假設現在有一個枝條 假設現在有一個枝條 然後在它的末端的地方 這邊有一堆的嫩葉 然後接下來有一堆比較大的成熟的葉片 然後接下來有一堆比較大的成熟的葉片 你看喔 所以 嚴格來說 在螺子植物之前 因為我要做出花 它不會憑空捏造出來 一定是拿現成的東西去做的 好 所以 其實花 就是從 某一個枝條 好 那 我現在有的資源 就是有很多點 好 所以 第一件事情呢 先改善 我現在讓原有的那個枝條呢 在鏡頭呢 在鏡頭的地方 大部分枝條應該是越來越尖 越來越尖 現在改了 把那個枝條的那個最前端這個地方呢 擴大 然後變成是一個底座 然後接下來 從外圍到裡面 外圍到裡面 外圍的部分呢 先去弄幾個 保護性的構造 然後再往內一圈 做一些比較有襯托性的 葉片 而且 可以把它的顏色 直接改掉 然後變成是非綠色 再來 用一些 用一些葉子呢 把它的葉餅 直接拉到非常的長 然後 葉片的部分呢 把它折起來 好 最後 變形最大的是 中間的 那一片葉片 直接弄成像 這樣子的造型 我們要用來的 做了一些 用來的 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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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的 來 雞蛋 所以一朵花 就是當年某一個枝條尾巴這個附近 然後它開始把葉子做分封 其中有一些葉子負責形成生殖細胞 如果是跟雌性有關的 就叫做磁蕊 有另外一個名稱叫做鑫蕊 然後跟雄性生殖細胞有關的 就把它叫做雄蕊 合稱花蕊 那因為葉子植物它不只改善生殖的構造 就是那個生殖的構造 它連生殖細胞之間相遇的成功機率的提高 進一步都大幅改善了 所以它用一個東西來去承托那個生殖構造的存在 就是花瓣 所以葉先念的 表示它想要去善用 像那個獸盆者 昏蟲或鳥 可是這個生殖構造大致有點脆弱 所以在它發育的初期 有沒有 像玫瑰很明顯 那個花包 所以它外面是用鱷片去保護起來 所以這上面的每一個構造 通通都是葉子 鱷片其實還看得到葉片的名字 對不對 花瓣其實顏色差很多 其實你還是可以看到那個葉片的名字 熊蟲剛剛已經提醒你了 其實它整個這一條 這個叫做花絲 根本就是一個刻意拉長的葉領 然後那個熊蟲的花藥的部分 百合的花藥應該看過吧 你這個有用嗎 魚券 沒有 所以現在看喔 電腦好燭 如果這是菊類的葉子下來 這邊 是下的是下趨型 然後呢 包子拿著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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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喔 раз 這就是比較清楚嗎? 有有有 有有 好 如果這是絕類的葉子 因為一定是用限額支援做的嘛 對不對 所以絕類的葉片下來一半過來 包子男生對不對 你再仔細看齁 那個花樣根本就是怎麼做的 你看看喔 所以那個豆造沒有辦法無中生有 你一定是拿現有的東西來去改 所以那個花藥不會是當初那個葉片 然後呢他本來是有能力長出包子彈堆的 他現在只是在改一個做法 把這些原本會過度的包子彈堆乾脆把它卷起來打包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花藥你有看到一條或兩條線 那個就是當年的折衡 那他只是為什麼那個花絲就是那個當年的葉餅 為什麼要把它刻意拉這麼長 然後把那個花藥頂得高高的 那你可以知道它的因果關係對吧 你如果把它頂得高高的 請問你用封梅就有點困難 你要從梅那從身上很容易占得到啊 是不是都有點困難 所以剛才剛剛挺得高高的 是不是接觸受分者的可能性就比較高 不管你是封梅啊 是動物傳播花粉的方式對不對 基本上把它頂高一點一定有好處彈 所以反過來說 有一些花的那個花藥刻意把它拉得很低 那就有它的道理彈 一定有它的原因 這樣比較好 好 可是因為花藥這個還容易理解 因為當年的葉片 某一個某一片葉片 後來葉片的地方在這裡 葉米的地方在這裡 那瓷尾咧 瓷尾如果你只看那個小瓶子 當然你看不出一個所謂感 除非你有看過那個白河 那個花掉落的花瓣掉落的時候 它這個底下的脂肪表面不是有紋度 穩 穩 OK 那我們就改另一個 因為瓷尾除非你客人已經看過 不然的話我們用 後來瓷尾裡面的胚珠完成壽粉 胚珠發揮成種子 綁發揮成果實 好 那我們就從果實來看 這應該就更簡單了 對不對 紋案看不出來 我們就不講 我們講一些西瓜 那個 我們平常西瓜是 是這樣切 對不對 像是這一刀 第一刀換成這樣子切 橫切 所以西瓜橫切之後 因為曾經以約看到它 這邊有一些殼切 好 有些地方那個種子比較密 有些地方比較沒有種子 想要證明這件事 弄個西瓜 就示範給你看 好 所以 這個 你要做 欸 這是果實 然後它的來源是 那個 對不對 所以 它當初是用了好多面葉子 因為獨雙子葉的特性是 磁性相關的生死後 到三中 常常會有四或五的備注 對不對 所以也想像一下 它就把某一片那個葉子捲起來 然後這樣是一個單元 然後呢 用四到五片 然後這樣開始離圈 所以說你果實一切 你現在在看西瓜 橫切之後 就會有那個 尖格 那個尖格 其實就影射了 或者你可以去推算 它當年使用幾片葉子 才做出一個磁蕊 然後那個 後來磁蕊呢 隨著果實的八育成熟 變成果實之後 你還看得到一個格尖的一種 那如果那個西瓜太難理解的話 豌豆怎麼看過 當然吃豌豆的時候 不會先剝豆莢 這是確定的 毛豆對不對 那所以 你有沒有層幾何時發現 那個像毛豆之類的 或花生 花生比較黃 我沒辦法看到 還是毛豆比較黃線 就是你把那個豆莢 你把那個豆莢 它有一邊 很容易就可以剝得開 然後剝開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說 欸 這邊那個種子一顆一顆 那這邊的種子一顆一顆 剛好是焦糖出現的 好 你一切都沒什麼事 就這樣子 所以 沒有 豌豆 豆科食物的豆莢 只要一片葉子 至少這個形狀 至少這個形狀可以理解吧 它只要一片葉子 就搞定了 對不對 好 那至少 你沒有看到一邊一邊 好歹你也有知道一些事情 它摺起來之後 那個種子是不是全部都只有緊靠 就是黏著的固定的地方 是不是都靠著同一邊 看到嗎 所以其實 那一邊就是哪裡 那一邊就是當初的 那一邊的邊線 就是當初的葉原 所以它是摺起來 然後就是縫合 對不對 所以那些靠近那個葉子邊緣的包子南錐 那個地方 就後來長度配出的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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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接下來166 下面的說明文字的部分 好 那個 那個 瓷尾這地方 再把名稱順便提一下 所以雄蕎的部分呢 分成那個花藥跟花絲 瓷尾的話呢 頂端叫做柱頭 柱頭通常會有一些分泌物 用來黏那個花粉粒 好 好 那下面那個脖子的長短 也是取決於這一朵花 這個植物的繁殖策略 如果它的花柱很長的 表示它想要凸顯出 那個就是比較好接收 那如果它縮進去的話 表示它不喜歡其他的花粉 會有這樣的特質在 然後 所以 花柱是脖子的部分 這也是一樣很重要 它的長短決定繁殖策略 然後下面這整個呢 是脂肪 脂肪的外面呢 是脂肪壁 下面就是 花柱以下這個膨大的部分 就是脂肪 那脂肪的外側是脂肪壁 而脂肪壁中間包著的 那一顆一顆的 就是胚豬 OK啊 那胚豬應該 應該已經知道 一到多顆的意思了 對 也就是說 有一些包子男 它後來就只留下一個 而且只留下一個 軟細胞 所以 你可以從它膠癌發育出來的種 果實 可以看出一些蛛絲馬跡 比如說鎖樣 對不對 每一顆鎖樣就只有一個果實 不不不 每一個種子 對不對 然後那些桃子裡子梅子 有沒有 這些全部都是 就是每一個脂肪 只擁有一個胚豬 對不對 那你像西瓜 那個胚豬數量就非常多 甚至你還可以看得到 它用幾片葉子做出來 像百合 百合就是用三片 百合的脂肪就是用三片 一片葉子做出來 好 好 166下面 所以看左邊那個說明文字的部分 好 所以花一般來說的話 幾個會出現的構造 包括花貝 跟花蕊 跟花餅 好 扣除掉花餅呢 花貝跟花蕊當中 那個花貝指的是 花餓跟花罐 花餓跟花罐 好 那那個花餓呢 是由一片一片的二片 如果你要現在講一片一片的時候 講二片 你要講這整朵花的花餓的時候 就是指它所有的二片 組合起來 那個叫花餓 OK 那一片一片叫花瓣 所以所有的花瓣 襯托出這朵花的存在 那個叫花罐 OK 那花蕊呢 在分熊蕊跟瓷蕊 然後熊蕊的部分包括花藥跟花絲 瓷蕊的部分就是柱頭 花柱跟絲法 好 那在我們所看的所有的廢紙植入當中呢 有一些花呢 基本上是 呃 花餓花罐 熊尾瓷尾 全部都在 好 往下看那個 關號二的這個說明文字 所以如果有一朵花呢 它 花餓花罐 熊尾瓷尾 全部都在 我們就把這朵花叫做 完全花 你看 所以這四個關鍵的構造特徵 如果都出現的叫完全花 反過來 只要少任何一個部位的 就叫做不完全花 好 比如說 再問一個 你有看到稻子的花瓣嗎 沒有 OK齁 這樣可以理解嗎 所以花瓣你要看 什麼 對 我怎麼邊看我 我一種的 不是沒看到 是連看都沒看過 好 算了 但是我到這才說的 要隔兩三個月才會看到那開花 唉 還不喝 好 欸 好 所以 那個 欸 我們一般會種的那些花 原藝的花卉 所以幾乎都是非常重視它的花瓣 因為比較漂亮 對不對 所以 如果有一個花呢 它非常不重視花瓣 那你可以猜得到 它其實非常不重視什麼 動物這種雷劍 沒有用啊 對不對 所以像那個稻子那種 你看那個玉米 玉米也是一樣的 其實花瓣非常的不明顯 就是因為花瓣對它來講 不是一個重要的那個 輔助的 夠大輔助 好 所以 比如說它缺了花瓣 那它就是不完全花 好 那有一些花呢 不是很重視那個花鱷的保護 所以也有可能是不完全花 好 然後所以接下來的一個 一些衍生的花的變化呢 跟名詞有關的 就是 如果說這朵花 雌蕊跟雄蕊長在一起 叫做兩性花 為什麼這樣講呢 你去看那個絲瓜 絲瓜的花有分雌雄 有些花只有雄蕊 有些花只有雌蕊 所以我們就把它稱為叫做 分別稱為叫雄花跟雌花 然後把這一類的花叫做 單性花 玉米也是一樣 玉米那個植物體頂端那個地方 是雄花 然後側邊將來會長出 玉米碎那個部位 那個是雌花所在的位置 所以玉米也是那個 雌花跟雄花是分開的 所以那個時候 因為雌花、雄花分開 我們就把這種類型的花 叫單性花 好 那單性花當中再分 像那個玉米啊 玉米同一個植物體 頂端是雄花 然後側邊是雌花 那那個雖然雌雄蕊分開的 可是雌雄花還在同一棵植物上面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去講說 它是那個 單性花 雌雄同株 然後有一些植物呢 就開始走向另外一個發展 就是說 它不只把雌雄蕊分開 那有一些植物體只能開雄花 有些植物體只能開雌花 所以這時候又可能會有雌雄異株 可以理解嗎 所以 就算是雌雄蕊分開的 你還要再往下去看 那雌花、雄花 可不可以呢 有沒有出現在同一顆孢子體上面 好 那如果是完全花 保證是雌雄同株 沒有問題 你看 然後如果是雌雄異株呢 保證是單性花 這樣可以理解嗎 然後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就是無廢花 就是 沒有花餓 沒有花冠 都可以 就把它叫做無廢花 因為 花餓跟花冠 就是統稱叫做花廢 統稱叫花廢 所以叫做無廢花 然後至於花的那個多樣性裡面 這個在原藝植物上面 絕對看得出來 比如說 那個草莓的花色屬於哪一種 用連連看得比較快 草莓的花色屬於哪一種 左上角這個 對不對 好 然後 那個 有沒有看到紫羅蘭呢 左下角這個 這 嗯 我們的是什麼 在 那個是個小水池 附近種的那個 那個花 是右下角 現在路過的時候 稍微看一下 它是屬於右下角的 純心花的那一種 還有 解肯有沒有看過 插花常見的材料 那個就是屬於那個 右邊 上面那一排 右邊算來第二個 齁 胡狀花那一種的話 像那一種花 齁 花類的你就可以去去看 然後 左下角那個漏斗狀的 就像那個什麼 千牛花 很明顯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那個 下牌中間那個蛇狀花 好這個去找一個最好 最容易看得到的菊花 菊花常常出現蛇狀 齁 齁 齁 所以花的多樣性 其實就凸顯出一件事情 被子植乳 不只是在方法上的改善 它還把它演化到什麼 一個算是一個極端 齁 那希望 能夠透過一些動物 來提高受粉的成功的幾率 齁 好所以這個地方 知道就可以了 幸好 這個是一些描述的問題 那167頁的下面 第四大點跟 第四大點這個地方 所以包子體跟配子體演化 完全是顛倒的 你看 那個包子體的話 你看 當初一開始是寄生在配子體 你看左邊 看起來那個引文字 這個是包子體 然後配子體是那個 所以 包子體跟配子體的話 一開始 左邊A 包子體一開始是寄生在配子體身上 對不對 然後後來到下一個階段 你看 絕類的時候就很明顯 包子體已經跳脫出來 可以獨立生活 對不對 反倒是絕類的原液體 那下面呢 另外獨立出來了 原液體 絕對可以獨立生活 這沒有問題 問題是在於 它非常的迷你 就是非常小 然後 到了 裸子植物 種子植物的時期 基本上 現在配子體 改依賴 包子體而生 不要忘記 剛登陸的時候 配子體是可以獨立生 種子植物之後 配子體改成寄生 整個命運完全是電腦怪 這個演化的趨勢就很重要 所以那個其他的名稱 你可以不用去寄 沒關係 好 好 這樣我們下一次就可以解決 那個 配子體的發育 就是花粉管 還有那個 配書裡面的發育問題 這邊要不要說 要提出來的 為什麼要弄個弑壁 什麼